最著名的海鮮當飯 大家記得要在我資訊中心買個食券 就是我手上這張 它分五格 也分十格 我們買了十格 二千日圓 一人的愛是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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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集來到青森 AOMORI 先搭過來的時候 感覺到新幹是超級快的 我看上網資料 好像要300公里 例如AOMORI 我們搭了一個半小時 先到新青森 然後再轉車過來青森 今天的行程比較輕鬆 我們就去兩個地方 明天我們會吃壽司 然後就去雲前城 熟悉日本的朋友都知道 青森這裡很出名 就是青森蘋果 林琴 Lingo 我們在附近 已經看到很多蘋果的周邊產品 非常之奇 因為我都很喜歡吃蘋果 我們來到之後 不知為何覺得很熱 所以我們兩個都除了羽絨 現在看上去其實是4度 即是我們室內都有暖氣 然後覺得出到來 簡直是爽了 我們事不宜遲 立即展開今集的行程 終於繼續 一定要記得 CLS、CM、Like和Share三部曲 記得訂閱我們YouTube Channel 閉上鐘仔長線看 出發 還有我們剛才已經check in 了 我們的酒店已經在青森站的對面 其實走完三分鐘就到了 不過很不幸的地方 就是它現在正在整 所以我們都要繞一個小小的圈 才走過去大概5分鐘左右 稍後我們再做一個WRM Tour 都是一些很便宜很簡單的商務酒店 我們今天去的兩個景點 都來過一個站非常之近 只是三分鐘的路程 和酒店差不多 已經看到了 右邊就是A-Factoring 紅色這個景點 我們稍後再說 我們先去到這邊 今天的天氣真的很暖 周圍的雪都溶了 但也看到雪很高 快點我們說一個小小的知識 其實青森市是全世界降雪量最高的一個主要城市 基本上青森在哪個位置都會看到很多很多雪 頭三位其實都是日本的地方 這個紅色這麼恐怖 很恐怖刨冰 好像血一樣 我們現在來到A-Factory 其實這個A的Logo上還有一個蘋果 而這個A代表著 Ao Morit的A 所以我覺得這個Logo設計得很好 A-Fac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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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進來走一會 外面也看到有六個不同的房子組成 但進來其實就是把通了 都是買清心的名物 對於我們來說 這裡絕對是一個大型的手信店 它集中了很多不同的選民 清心蘋果最有名的 大家都知道 一進來 其實已經立即看到很多不同的酒類 我在我旁邊就是這些Apple Cider Apple Cider 其實它們自己本身也有一個 Fuji Cider Challenge 是一個醬 你會看到很多不同的種類 你會看到有些比較甜一點 有些比較稀一點 有齊了 是來自雲前的 如果大家很喜歡喝Apple Cider 這裡滿足到你 這邊就有很多啤酒類 甚至乎有這個清天之霹靂的啤酒 清天之霹靂是什麼呢 我們等一會再說 然後有很多果實酒 這裡旁邊也有蘋果汁 大部分清心的蘋果產品 可能在這裡也會找到 所以這裡就是一個給大家瘋狂掃貨 喜歡吃蘋果的人 是蘋果的天堂 這裡全部都是不同的酒類 都是蘋果為主 然後有些咖啡 有些罐頭 然後這邊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清天之霹靂 這個米其實是非常出名的 你香港人過來清心的話 都會特地買一隻米回香港吃 它有很多不同的包裝 這麼小包 真空包裝 有2kg 也有些大一點的包裝 清心的包裝都有很多不同的拉麵店 而我旁邊這一粒 就去買他們的拉麵 不同牌子不同店舖 就去拿到家裡吃 後面看到這裡紅色一粒 就是蘋果的手信 譬如蘋果的連鱗蛋糕 蘋果的鬚皮蛋糕 總之用蘋果做成的蛋糕餅 全部在這裡都可以找到 不單是一區 其實一邊走一邊走 都有其他不同的牌子 我旁邊已經看到一系列不同的蘋果汁 然後旁邊就有不同的蘋果醬 種類多到我都數不完 至少有20幾30種 就是有蘋果乾 這些是水果乾 然後前面真的有蘋果給大家選擇 當然除了蘋果的食物 還有副產品 還有土產之外 其實它也要賣不同的選物 尤其是木製品都很出色 也有不同的包館 所以它也不太大 青森米里有蘋果的名字 日本都是雪糕大國 這是一間豬打糖店 有不同的蘋果味的雪糕 我覺得這間豬打糖的口味也很日本 例如是這些sake 又有粟米味 有栗子味 甜酸味 我們立即在這裡坐下 因為這裡附近有一些餐廳 有些是小食店 有些是洗食餐廳 我們就叫了三種口味的蘋果 一款是jonnago 一款是黃霖 另一款是Lopo Sake 我們吃過這隻就是jonnago 它上面有很多很小粒的蘋果皮 吃完之後粉紅吃了一口蘋果 嘩 超香 它的水果味的蘋果 很像雪糕 黃霖這款蘋果的蘋果 香港也挺有趣 蘋果肉的口感 比剛才那款是明顯的甜 Sake 看得出來是白色的 這款是奶酒的味道 因為裡面也挺重的牛奶味 好像煲了的雪梨 只不過是烤板 雪梨蘋果湯的感覺 不覺得蘋果有什麼特別 可以清心吃這個烤蘋果 令這件事更特別 焗蘋果也可以加肉 再加上香 我們繼續去下一間吃 因為它主打很多咖啡 所以就叫了一杯比較特別的咖啡 好像針啤酒的儀器 一拉完 然後冷咖啡就湧出來 我原本要和心想 難道我叫錯了 我叫了那些梳打咖啡 誰知不是 原來都是Cold Blue 明明都加了球雪糕 雪糕 也不會搶掉咖啡的味道 吃蘋果派之前 先喝一口咖啡 因為要令嘴巴不要太甜 剛剛吃完那個烤蘋果 這個聽聞是三年都拿了醬的一個蘋果派 好像很厲害 而且是人的1.1 馬上試試 它裡面第一層咬下去的感覺 是一些軟軟的酥皮 所以它不會一咬 收地也是那種 上面都是蘋果醬 之後咬進去 我想它真的最重點是吃到那塊蘋果肉 好像甜到像肚子一樣 整體來說是真的挺好吃 這裏除了下面有蘋果的食物 其實上一層它會有一間餐廳 旁邊就有一個Tasting Bar 買這些卡就可以喝了 200元一杯 這裏其實可以喝到4杯 插了卡進去 然後按一個觸碼 這裏有8種不同的蘋果酒 即是Dry Standard Medium 或者Sweet 還有它這裏也會有得著的蘋果酒 還有一些蘋果酒是在這裏養製的 酒精的濃度也有一點不同 其實它是很小杯的 大概25至30ml 剛剛我倒了一杯來喝了 這款是Dry的Kimori Sider 因為它的酒精濃度是6% 沒有什麼特別的蘋果甜味 它好像有蘋果肉的味道 但它不是甜味 好 繼續下一杯 我喝了一個是Sweet 這款我覺得像蘋果梳打汁 很容易入口 其他我都不說 如果喜歡喝酒的人 就會很開心 但我自己覺得 量是比較少 例如我叫800日圓 其實加上只有100ml 它純粹是勝在 可以試很多不同的口味 但如果你真的直接買一支 其實是便宜很多 我們走完A Factory 吃飽喝醉了之後 還沒醉還沒醉 就過來旁邊走到這棟紅色的建築物 這裡其實有一個很出名的祭典 叫做瑞摩祭 這個祭典就是夏天舉行 它就會有很多很特別的燈飾 花車不同的東西看 都可以說日本之中 是數一數以特色的這些祭典 那些花車 8月2號至7號用完之後 它就會放在這個紅色的建築物裡面 大家就算冬天過來 都可以欣賞那些花車 是非常之巨型的 裡面就好像車展一樣 有不同的花燈車 五盲綠色 我外面已經看到一些 因為有少少透明窗 都會上燈的 我們去看看走一圈 這裡外面其實都非常有特色 它一片一片的感覺 好像一張一張紙一樣 然後入口就是掀開了 讓大家進入 其實其實裡面 在這個館裡 有些免費的展品可以看到的 如果想再看誇張的日子 很漂亮的東西就給錢看 那一位大人就是620日圓 一進來其實感受到 他播放一些音樂是現場祭典的熱鬧聲 那些砰砰砰砰 那些人在喊喊的感覺 你覺得那種紅心壯志 熱情 這裏做這麼大型的燈籠 當然不是普通的紙和竹 這裏就要說是怎樣製作的 譬如這些東西通的洞 就會看到內部是怎樣 我們進去大概45分鐘就走完了 大概有五、六屆的花車擺在這裡做展覽 它都會放上去年的花車 我們剛才看的就是2022年的 進去到現場地看 整個代入感都挺強的 它會播放很多當時的片段 還有那些熱鬧的音樂 令你好像置身在現場 那些花車真的很大價 起碼要十幾二十個人一起抬起 花燈上面的印象都做得非常立體 那些龍或浪 然後有劍、有鎚 很多都是神話故事 或者現實發生的事 甚至乎我們見過長板橋的張飛 它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我很喜歡他們畫到那些人 很面目真靈 那種想互相撕殺的感覺 你會想像到那時的情景 它令我覺得好像那些故事 是會放在你面前的感覺 它的顏色是很華麗 色彩的燈光是很漂亮的 它可以畫到它這麼大 但是我看完之後 都令我想再回來看他們的祭典 畫面一定很震撼 因為有很長的車路 難得看到保留了這麼久的文化 都頗開心 我們現在剛剛走完了 其實一樣的宗旨 就是我們不去溫泉旅館的話 我們多數都會選一些 比較近車站 和價錢比較划算的酒店 看看哪間成價比最高 我們今次住這間 價錢是四百多元一萬 來清深站 大概五分鐘的路程 非常之近 一樣都是這些商務酒店 用一個很快的速度 做Fone Tour 今次先介紹了這個範圍 正正常上一張牆桌 然後雙人床 這個位置是直接看著清深站的 我們三個行李箱應該都綽綽有餘 大家一看就看完 次座是差不多 因為這些商務酒店 次座是比較舊的 它是上一層的 你看看裝修的感覺 都是相對偏舊 但是整體來說 日本酒店大部份都是乾淨的 Day 2 胸子是騷擾的 想像是騷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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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來吃早餐 我們現在來到清深的古村市場 其實這裡也是很多海鮮的廚房 可能你居民都會在這裡 買食材回家吃的 裡面買東西的模式比較特別 我們等一會和大家一起去試一下 買 買 好 好 你看看 我們是在這裏 有的 這個 是有的 是有的 是你 有的 我們現在就用一張吃飯 有些美麗的海鮮就要用兩張 我聽到他說海膽就要用三張 所以我們總共買了20張 所以是4000日圓 但這間店好像買一些香港雙心飯 有些炸物 炒菜炒瓜 除了吃這些海鮮當飯 也是當地居民的海鮮廚房 和海鮮食材不同的魚 看到有牛賣 其實這裡就有分開三項 我猜是20多間店 這邊全都是乾物雪藏的 我要計算一下 我計算我的銀兩怎麼用 這個好像不錯 要拖廊 Yeah 太過了 我計算 謝謝 太過了 剛才我們每人都用了兩張 就是買了一個拖廊 其實這兩塊都800日圓了 我覺得不算特別便宜 可以去不同的店舖自選組合也挺好玩 這裡的蝦好像挺漂亮 哇 一枚而已 這裡的蝦 是 這裡的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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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這裡的蝦 是 謝謝 謝謝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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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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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做幾間店內 他在聽不懂 上櫃 我們在做幾個小時 雨滑泪滑滑落 恋をしていた 本当はわかってる どんなラストでも 君に会えた 有趣 我們一口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謝謝 這個伯父很有善 超級友善 我第一間怕我的店舖就是他 然後他不斷跟我點頭 好 我們已經用完20張拳了 爽 我們的成品就是這裡 我覺得這裡的感覺就是勝在可以自己選擇 但實際上店舖的數量不是很多 我想大概只有四至五間是有這些 用券做這些當的地方 種類有一些會比較少 有些可能是給你五、六款 有些可能有十款 海鮮市場吃這些我有一點點陰影 因為之前在唐湖市場的時候 我覺得真的太俗了 這裡是暫時不俗的 這個市場大家選完 剛才當之後 有一個吃東西的食堂 裡面就有了海鮮、豉油、芥末 筷子、水等 全部都有齊 但這個角度就 不是很大 我想大概可以坐到12個人左右 其實我覺得整體來說 其實魚生的質素就是 日本很普遍的水平 可能你在居酒屋叫刺身那種質素 沒有特別新鮮或者特別飆青 雖然你可能聽起來有海膽 有蝦、吞拿魚、大拖羅等等的海鮮 聽起來好像是OK的 但我覺得吃下去的質素 就只是一般般 最重要的是 它的飯我覺得是最不好吃的 魚生最好是用醋飯 但這個真的是純白飯 你會變成加醬油和芥末 進飯裡 而不是點進魚生 我吃完這個湯之後 我就知道 果然醋飯才是壽司的靈魂 其實我們吃壽司 很多人都會說 一定要用醋飯好吃 才會令刺身好吃 昇華了的感覺 但這個完全沒有 帶子呢 它是兩張圈 就是很多帶子 它將一塊大的帶子 切成一片片 拿飯的對面那間 很好笑容的叔叔 那間的東西比較好吃 吞拿魚絲也好吃 我覺得Kiki的款式 比我更好吃 尤其是Kiki的吞拿魚絲 還有一個吞拿魚 因為都挺大份 挺划算的 而我這個呢 加了一些海膽 魚子 它的量因為很少 其實真的 一個手指弓一口 而且又不是特別鮮甜 所以就覺得好像有點浪費了 我願意用海膽的兩張圈 去換回Kiki的吞拿魚 始終我覺得我吞拿魚大份 它有四五片 還有那些赤身吞拿魚 而且都挺新鮮 我們兩個都有拖羅 但是拖羅有筋之餘 其實它也不算是 很有油香很鮮甜 當中最底就是那個赤身 兩張是超多赤身的 整體來說就是不過不失 我們不是很建議 特意過來這個魚市場 來吃刺身當 如果大家離開清心玩的話 就可以安排一餐在這裡吃 一小時後 漪漫的感覺 聽起來是甚麼 作為貌的血液 你會想說 Как我聞到 別人看待 喪呼 讓一下 說 這一站來到運前 這站的感覺 比青森站的發達 還在清心站 還有很多蘋果的葬石 我們見到超大的蘋果的鳥居 寫著合格祈禱 因為是雲前 其實這個地方都可以叫做蘋果之城 其實我們見到很多蘋果的產品 都是出自雲前市的 我們剛才搭了大概45分鐘的車來到這裡 不過我們今天來不是看蘋果的東西 我們是看一個叫做雲前城 可以搭巴士過去 另一種方法就是搭的士 搭的士其實都不是很遠的 亦還有一個方法就是走路走30分鐘 我們已經到達了巴士 我們那個站其實就在市役所前 這個巴士應該是循環線 每一位100日圓非常值得搭 在JR站的巴士總站前面就有搭 我們現在就逐漸向著雲前城出發 我們走進去的同時 我們旁邊已經有雪燈的裝飾 這個套套很漂亮 Kiki很喜歡看日本的城堡 所以來到清深都不會錯過這個雲前城 它是日本十二現存天守之一 所以都頗值得看 這個天守也是日本最不端的天守 而且它的身高是三重天守來說最矮的 我現在腳踏雪地走去天守 旁邊還有一些木屋 明天就會有燈打下來 因為明天就會有這個雪燈 而且我們只會在雲前城 留大概一小時左右 因為真的知道的話 它是一個小的三重天守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建築物 以為難道是這個 但這個不是這個 這是醫院 還有鼻毛 鼻毛很好笑 好像你的鼻毛 哇 神經病 這個城堡其實最漂亮 不是冬天最漂亮的 而是櫻花旗的最漂亮 最漂亮的位置就是在橋橋旁邊的位置 護城河那裡是超級漂亮的 我們現在這個季節來到 它好像白茫茫一片 一些光閃閃的樹枝 但它櫻花旗是聖放櫻花 然後下面可能飄著櫻吹雪 那條河上面會有櫻花在 所以整個異景很漂亮 跟著這個城堡 而且它的站有寫到櫻花的倒數 還有52天就可以看 這個景對於市場來說 是一大的賣點 都可以說是東北之中最漂亮 甚至可能以日本來說都數一數二 那個感覺很漂亮 我們給大家看看吧 現在這裡又在翻修 我們去一個學城又在翻修 哇 大裝修 對呀 這座東西很有趣 好像模型上面很小座的天手 我們終於看完這個城堡了 非常可愛 真的很小座 感覺上很迷你 這個城堡是14.4米高的 所以大家都會知道它是多矮 可能住在村屋的朋友 自己的村屋比這個城堡還高 不知道那個樊主以前怎樣住在裡面呢 對呀 我覺得很好笑 它曾經被雷電砍中過 現在裡面的火藥爆炸 令到它本身的天手曾經損壞過 這座是重建的 而是在江湖時代100年的時候重建的 它是不可以進去的 所以大家都在外面拍照 而走出一點它也有一個觀景台 去看看下面的雪燈 這裡其實我覺得像飯後的散步花園 就是它的花園是更加值得走的 很大範圍 為什麼櫻花期會這麼受歡迎呢 其實我們已經看到很多櫻花樹 我想這裡起碼有2、300棵櫻花樹 它應該是4月尾會盛放的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再來呢 遲些 我現在大家都在最後衝刺 我明天的雪燈籠制而努力 因為這幾天的雪融得很快 所以要復修以最靚仔的形象示隱 你知道日本人很講究 這個位置就是平時 如果它是櫻花盛開的時候 最靚的位置 它這個城下面這個公園 護城河是很大 所以走得很舒服 我想它的櫻花也是滿佈著這一區 所以盛開的時候 真的很盛大 而且很震撼 我們最後回到青森站 其實我們今集就結束了 我們準備到Sertle First去下一集 下一集都是我非常期待去的地方 大家記得收看 喜歡的話請記得 CNH Camelette和Share 新的曲 記得訂閱我們YouTube Channel 響鐘仔唱才看 做了果迷 下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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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つ目になれないこと